沒錯,今天我要說的就是COCA COLA PLUS 白可樂 Hello,我是Lolo,我是老子 其實可樂一直都有出很多不同的種類 我們大眾經常喝到最多的就是普通的可樂和絲和可樂 但是,其實一直都覺得絲和可樂和可樂沒什麼分別 甚至有時候我會覺得它比可樂甜 直到這兩個人又發現它出了一種白可樂 上面就寫著消費者聽許可特定補健用食品 上面甚至寫著0卡路里 這個旁邊就寫著我們吃東西的時候,抑制脂肪的吸收 我不知道可樂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 但是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可口可樂被譽為是補健食品 前所未聞 更何況我在7OK買,它是25元一支 但是如果它說的正確,是真的那麼健康,還可以抑制脂肪吸收呢 我覺得OK的 我還覺得不錯 上面還寫著它含有食物纖維27% 以它一支470ml計 它這裡的糖卡路里是零的 那扇食的纖維就有5.2克 但是它將這個鬼佬涼茶改成這樣的話 它味道會不會變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如果它喝下去整個Sky藥水那樣 那這支其實也不用了 我們馬上來試喝一下 它喝下去沒有Cyro那麼難喝 我不知為什麼Cyro可樂呢 它喝下去有微微稠稠的 很不舒服的感覺 那這個沒有Cyro可樂那種黑人真的感覺 但是它可能是比較淡一點的 氣也是比較少一點的 如果它跟Cyro比起上來 我覺得這支會比較好喝一點 但是如果它這樣 真的可以抑壓脂肪吸收的話呢 其實...OK Faila V OK Cocacola Plus You win 飯後喝一支快活過神仙 好啦,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告訴我的朋友 有支這樣的減肥神器